1937年11月,王明成专机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率众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机场迎接,当日飞机延误,毛泽东在风雪中等了三个小时。两人见面时,亲了又亲,抱了又抱,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吹捧王明是神仙下凡,还说要饮水思源,表示对苏联金钱物资援助的感谢。 今天我们就聊聊王明和他所认识的毛泽东。王明,原名陈绍宇,1904年出生于安徽金寨县双十乡码头村。金寨县位于鳄玉碗苏区境内,王明一家都参加了中共的革命。王明是全家人中最早参加中共的,他对亲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父亲陈品之,参加了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妹妹陈绍民,在1929年时加入了中共,在鳄玉碗根据地工作。 小妹陈英明,1931年参加了红军,并在1936年担任西路军妇女团联指导员,中共见证后在重庆工作。 弟弟陈绍伟,也早早加入了中共,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抗战时期到了延安。 与长期宣传王明家境富裕不同,实际上王明家境贫寒,但他自幼聪颖,在私塾读书过目不忘轰动一方,以至有当地富豪认他为干儿子,资助他读书。 1919年,王明进入临县河南省故事县制成小学学习。 1920年,考入陆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农业,并在1924年以陆安县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奖学金,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 1925年,他在武昌参与支持武萨运动,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 这年10月,他经许林青介绍加入了中共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 入党介绍人许林青可谓是传奇中的传奇人物,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长期潜伏于国民党,为中共传递情报。 许林青的儿子许桓山是著名演员。 苏联在继1924年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后,于1925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山大学,选派中国学生前往苏联。 此消息一出,火爆异常,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丽子的儿子邵志刚,于幼任的女儿于秀之,汪精卫的侄子陈春朴,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等纷纷前往中山大学。 湖北有十个名额,王明报名的时候,名额已经满了,但王明找了各种关系软磨硬炮,争取到了去苏联的机会。 据湖北党组负责人吴德峰回忆,当时21岁的王明已打电话到警察局告密,让谁也走不成威胁他。 为避免麻烦,湖北省借用其他省多余的名额,于11月送他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他的同学有张文天、沈泽民等。 人生路很漫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 王明学习努力,练就了一口流利的俄语,理论扎实,富有变才,脱稿演讲,高潮迭起,掌声不断,在学生中声誉很高,被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 王明在这里结识了他的伯乐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 1927年1月,受中共中央委托,苏共派米夫帅代表团到中国,传授群众宣传及建立党校的经验。 米夫点名,要王明为翻译陪同。 到中国不久就发生了国民党青党的412事件。 于是,中共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米夫作为苏共代表出席大会,王明作为他的翻译参加了大会。 会议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但陈独秀仍然当选为总书记。 米夫授议陈独秀安排王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 不久,王明随米夫回到了莫斯科,此时中山大学校长被斯大林撤职了。 两个部门正在为争夺领导权斗的热火朝天,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王明, 让米夫拉一派打击另一派。 米夫这个局外人余翁德利成为了中山大学校长, 并在1928年3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米夫对王明青睐有加,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了王明派。 这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米夫推荐王明为大会翻译科主任, 并提议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与苏联断交, 共产国际无法再派驻华代表, 于是通过常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指导中共。 常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由瞿秋白、张国焘、 邓中夏、王若飞等人组成。 1929年4月, 王明回到上海,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 不久被英国巡捕逮捕。 王明违规让巡捕直接到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送信, 要求中央保释。 于是, 米夫委托赤色救难会驻上海代表牛兰花费巨资, 将王明营救出狱。 李立三对王明违规传递消息, 暴露中共机关, 给予党内警告。 1930年5月, 爆发了蒋介石同逢预祥, 沿西山之间的中原大战。 这次军阀混战, 历时半年多, 双方投入兵力达一百万人。 这时, 中共负责人李立三准备浑水摸鱼。 他兴奋地说, 现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到了, 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到了我们的前面。 通过了通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 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 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但此时虽然混乱, 但共产党的力量非常有限, 想浑水摸鱼也得有足够的实力。 共产党的许多秘密组织都被暴露。 满洲、顺治、河南、 山西、陕西、山东、湖北、 福建、浙江、广东、 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 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30年12月, 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秘密来华。 到了上海, 他立即单独召见王明, 王明汇报了中共情况。 听了汇报的米夫, 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7日,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举行。 会议由向中发主持米夫操控。 在会上, 王明作长篇发言, 点名批评李立三, 瞿秋白并提出对共产国际的路线 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 最后, 米夫作总结发言, 对王明大家赞赏, 表示王明能将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 中国革命实践。 经米夫授意, 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立三, 瞿秋白等人落选, 王明跃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米夫回到苏联后, 共产国际表示, 完全支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及王明的上台。 有了上方保健的王明, 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实际控制人。 孟清树, 是黄浦军校第一批女学员, 被誉为黄浦校花。 王明对孟清树一见倾心,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但是孟清树根本看不上 其貌不扬, 身长不足一米六的王明。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1930年, 从事妇女工作的孟清树 不慎被国民党逮捕, 王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 去监狱探望他, 并发动一切关系, 把孟清树营救出狱。 出狱后的孟清树, 在1930年年底, 与王明结为了夫妇。 王明上台, 屁股还没坐热, 顾顺章向中发就相继被捕了, 上海中央遭受极大破坏, 于是王明安排上海中央 迁往江西根据地, 任命博古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 自己则迁往莫斯科, 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以共产国际的名义, 遥控中共中央。 上海中央迁往江西根据地, 让地方领导毛泽东接触到了中共权力核心。 1935年, 由于无线电设备损坏, 逃亡中的中共无法联系上共产国际, 便在遵义召开了会议。 毛泽东并未像历史教材里讲的, 因遵义会议成为中共领袖。 此时的中共虽然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但无论从经济上, 还是政治上都需要共产国际支援, 本土派的毛泽东进入了政治局。 毛泽东虽然觊觎军政大权, 但也不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笼络了苏联派张文天, 并导演了张文天代替博古, 成为总书记。 张文天虽然贵为总书记, 但书生气十足, 他喜欢红军战士刘英, 向他表白, 被拒绝。 得知此时的毛泽东, 便将刘英调到中央担任秘书长, 并建议他多向张文天请教和学习, 还特意交代刘英要重点照顾好 张文天的生活撮合了两人。 这样, 张文天和毛泽东的关系更铁了。 毛泽东内心是瞧不起这个 连找老婆都需要帮忙的张文天的。 但表面上, 毛泽东吹捧张文天是开明君主, 今日的屈辱, 之后翻身是要加倍补偿的。 毛泽东掌权后, 多次在大会上讽刺张文天是教条主义, 言比称希腊, 说自己当时是怀着极大的忍耐接近张文天的。 逃到陕北的中共, 接到王明的指示, 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于是在瓦瑶铺召开会议。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命运的转折点, 而瓦瑶铺会议则是中共命运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 从之前的反讲抗日, 转变为连讲抗日。 虽然反讲的本质没有变, 但利用抗日这个道德的制高点赢得了生存空间。 毛泽东曾公开称赞, 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是一种伟大的发现。 没有这个政策, 我党和红军很难摆脱当时造成的那种困境。 瓦瑶铺会议后不久, 毛泽东就和张学良搭上了线, 张学良暗中资助了中共数十万大洋, 武器、军衣、粮草, 之后更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共从此转危为安。 1937年11月, 王明成专机从莫斯科飞到延安。 毛泽东率众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机场迎接, 当日飞机延误, 毛泽东在风雪中等了三个小时。 两人见面时, 亲了又亲, 抱了又抱, 毛泽东发表了讲话, 吹捧王明是神仙下凡, 并对苏联的金钱物资援助表示感谢, 说要饮水思源。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王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时的王明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主席团成员数职。 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 中共实行集体领导, 张文天主持党务, 毛泽东负责军事, 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此时, 延安街头墙上满是王明同志万岁, 拥护中国和世界革命的领袖王明同志的标语。 王明与毛泽东各自打着算盘, 在王明看来,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他代表国际是中共的领袖。 毛泽东则希望借助王明, 赢得共产国际的信任, 取得共产国际更多的援助。 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 王明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 如果不联合蒋介石, 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直指毛泽东, 周恩来应贺了王明, 不少人进行了自我批评, 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 王明在延安威望如日中天, 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处境十分困难, 他后来说, 12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 我是孤立的。 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在这次会议上, 成立了中共长江局。 当时武汉市中国的政治中心, 王明到武汉就任中共长江中央局书记, 由王明、周恩来、博古、 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 在王明的领导下, 长江局利用各种条件宣传共产党, 并输送大批青年前往延安。 周恩来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并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人中, 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 北边缘化外, 张文天、毛泽东、 康生、 陈云四人在延安、 王明、 周恩来、 博古、 向英四人在武汉, 双方分庭抗力。 此时的王明在武汉发号施令, 亦是风头无两。 毛泽东在后方并没有坐以待毙, 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要把王明留在延安。 当时参会的政治局八名成员中, 支持毛泽东的提议的有毛泽东、 张文天、 任币十三票, 支持王明的有王明、 周恩来、 陈云、 康生、 凯峰五票, 结果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 于是, 毛泽东加紧笼络刘少奇、 彭真、 高岗、 李富春, 并并任命陈伯达、 胡乔木为秘书编写中共党史, 核心内容就是党的历史, 就是毛泽东的历史, 并把中共一大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时派新富任币十、 飞赴莫斯科进行运作, 向斯大林传递毛泽东对苏联的忠诚度, 丝毫不逊于王明的信息, 同时传递王明是国民党特务的信息。 任币时留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由王驾祥带回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 一切准备就绪后, 1938年9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 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 毛泽东像一名猎人, 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他亲率人马热烈欢迎。 9月29日,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前, 全体参会合影, 毛泽东让王明坐在正中央, 自己站在一边麻痹王明, 王明此时心情大好。 在会议上, 王驾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 这一圣旨给王明当头一棒, 让他天旋地转。 毛泽东充分地准备了材料, 集中攻击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是向蒋介石投降的路线, 说王明不服从中央, 搞宗派主义。 王明站起来要反驳, 毛泽东骂道, 你的统一战线就是婊子路线, 就是从蒋介石上床睡觉。 你要说什么? 你要当婊子就去当吧。 毫无准备的王明, 上一刻还在C位拍照, 下一秒就被破口大骂, 方寸大乱。 原本是王明拥顿的康生, 本就被毛泽东拉拢, 见王明遭如此羞辱, 竟毫无还手之力, 便马上站队毛泽东。 强导众人推, 大家纷纷和王明划清界限。 会议撤销了长江局, 免去了王明的书记职务。 为了羞辱王明, 让他在延安担任女子大学校长, 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后来康生评价王明, 演说像个天才, 斗争像个侏儒。 随着王明的失势, 毛泽东成为了统一战线的所有者, 王明主张的统一战线, 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 1941年, 王明因扁桃县发言而住院, 在这次住院中, 王明拱中毒。 中央领导纷纷前去看望。 王明在回忆录中, 说是毛泽东指使医生下毒, 据说康生一直珍藏着王明的病例。 王明从此身体每况愈下, 长期遭受拱中毒的困扰。 这一年11月, 毛泽东趁总书记张文天去进西北视察, 代替张文天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实际上夺取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也曾前去探望王明, 就建立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和王明进行探讨。 毛泽东说, 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主义, 他在生前就会轻易被人推翻, 即便生前不被推翻在死后也会被鞭尸。 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 列宁有列宁主义, 他们虽然分裂出许多派别, 但谁都不敢出来反对马列主义。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 国民党内尽管派别林立, 但谁都不敢出来反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 我如果不建立自己的主义, 即便党的七大选举, 我当了党中央主席, 我也可能被推翻。 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主义, 一般不会有好下场。 1942年,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 毛泽东说, 人饿屎可以喂狗, 狗饿屎可以肥甜, 王明的教条比狗屎还没用。 之前追随王明的周恩来, 康生, 伯谷等人都将他抛弃。 1943年6月, 毛泽东来到王稼祥住处, 邀王稼祥写一篇文章, 推出《毛泽东思想》, 并与他详细讨论了文章的内容和结构。 经过一个星期, 王稼祥写出了一篇标题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 1943年7月8日, 这篇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 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中国的共产主义。 1945年4月,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做出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彻底宣判了王明政治前途的死刑。 此后七大召开, 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一尊的地位。 王明称病, 不参加七大。 毛泽东亲自带着两个担架员到王明的窑洞, 用担架把他抬到会场。 让他看看谁是画室人, 也让大家看看王明现在的状态。 由于对苏联的忌惮, 仍然安排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 负责法律研究和起草工作, 足见法律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1958年8月,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民法, 刑法那样多的条文, 谁记得住? 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 我也记不得。 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 开会也是法, 主要靠决议, 开会, 一年搞四次, 不靠民法, 行法来维持秩序。 毛泽东的好战友刘少奇也帮腔说, 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 实际靠人, 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 为了从根本上消灭政敌王明, 毛泽东不仅要让王明口服心服, 还需要让他留下认输的书面证据。 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专门谈了要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 并要求王明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犯的错误写检讨。 会后, 毛泽东亲自到王明家, 把张文天等人的检讨给他看, 手把手地教他写检讨, 但王明窥然不动, 毛泽东又让刘少奇代表政治局找他谈话, 要他尽快写好, 但王明仍然拖拖拉拉, 王明知道, 写的检讨承认了错误, 并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轻则政治前途尽毁, 重则有杀身之祸, 永世不得翻身。 数年前, 王明也曾两次以中央会议决议的方式, 强迫病中的瞿秋白写声明书, 公开承认自己犯下的罪名。 1949年9月,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王明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并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 同时被中央任命为法治委员会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他主持起草了《婚姻法》, 这部《婚姻法》制定得很成功。 1980年重新修订《婚姻法》的时候, 原《婚姻法》的基本准则和主要条款都保留下来了。 王明识时务的低头, 言必称,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 从此专心研究法律。 毛泽东则不达目的不罢休。 七届二中全会, 只是口头要王明写检讨。 1950年6月,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要他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 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 做一次深刻的反省, 既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此次声明写好后, 应急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 并在必要时, 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这是毛泽东掌权后, 中共第二次对一个人的问题做出决议, 上次是对张国焘。 王明因并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 直到七月底, 王明才从文件中看到全会对他的决定。 毛泽东不需要通知他, 毛泽东只需要告诉全党, 王明已经彻底垮台了。 王明仍然是采用托字诀, 他于八月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 表明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 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做出检讨, 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 毛泽东在王明的信上批示, 王明的声明书应在十一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 并送交政治局。 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 请尚昆查清是否尚有保存。 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对王明步步紧逼, 王明在1950年9月提出到苏联医治。 10月25日, 王明夫妇, 两个孩子以及保健医生, 保姆一行六人乘火车去了苏联。 在莫斯科经过三年的治病养病后, 1953年12月, 王明一家回到国内。 在法治委员会仅仅工作了几个月, 便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 1954年9月, 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 法治委员会被撤销, 王明在政府中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虽然王明一度在中央身居高位, 家中多人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员, 但他们并未受特殊照顾。 王明的叔父陈云熙, 曾在金寨当过国民党保安团长中共建政后, 他因私藏枪支被地方政府逮捕, 并逐级上报给王明。 王明批示了四个字, 依法处理。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 陈云熙被判处急刑。 回国仅仅一年多, 1955年初, 王明再次向中央提出取苏联治病的要求。 经毛泽东同意, 1956年, 病重的王明被担架送到机场, 与妻儿一起乘坐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在飞机上他突发心脏病, 随行医生护士准备注射药物, 却离奇地发现没有针头, 紧急关头, 孟庆术从行李中拿出自备针头, 才使王明转危为安。 从此, 王明再没有回过中国。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 毛泽东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他是这样提名王明的, 王明现在莫斯科养病, 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的时候, 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 他能讲俄文, 很会捧斯大林。 在和国民党合作中, 他是梳妆打扮, 送上门去。 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 赶出大门。 他教育了全党, 不能走他的路线。 他是我们的教员, 是教授, 无价之宝, 用钱都买不到。 对王明讽刺羞辱, 官员们自然知道怎么做。 王明成为了中央委员中得票最低的一名。 1957年, 王明的父亲在国内去世, 王明没有回国。 这并非王明冷血, 王明在北京的时候, 是把父母、 岳父母接到北京一起生活的。 他知道, 随着毛泽东地位的稳固, 毛泽东对苏联不再忌惮, 但如果回国就再也出不来了。 这年, 毛泽东访问苏联, 曾派人去找王明, 希望王明早日回国。 王明表示不愿回国, 从此成为了御工。 从1958年起, 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毛泽东未防止他乱说, 仍然在生活上优待他, 工资照发, 要人给人, 要物给物。 医生, 护士, 警卫员, 保姆, 医应俱全, 不满意地, 换到满意为止。 苏联政府也为他准备了 领导级别的别墅, 并每月发放补贴, 配备司机, 保姆等工作人员。 文革开始后, 四老虎, 王明虽然不在国内, 但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红旗杂志都用大标题 写着打倒苏修代理人, 反革命黑帮, 大叛徒王明。 王明在国内的亲属, 自然也逃不过批斗的命运。 红卫兵砸毁了 王明父亲的墓并绝尸。 王明被抄家, 手稿和藏书被复制一句。 王明在沉默十年后, 开始写文章, 披露了一些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历史。 从此, 中共不给他发工资, 并取消了一切待遇。 在国内的弟弟陈少伟, 惨遭酷刑。 妹妹陈应民也历尽磨难。 岳父母也在文革中死去。 王明在回忆录里说, 抗战期间, 他表扬林彪, 被毛泽东警告, 说这是挖毛泽东的墙角。 在延安毛泽东亲口讲, 为了把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的历史, 不得不否定共产国际的作用, 否定苏联的援助, 并把中共历史上各种错误的纠正都归功于毛泽东。 毛泽东要求王明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统一战线的功劳让给自己。 在王明拒绝后, 毛泽东威胁他, 谈话不能对任何人讲。 如果讲了, 自己什么都做得出来。 王明曾对王家祥说, 老毛这个人太厉害, 牙子必爆, 现在整我, 你过去也反对过他, 你也跑不了的。 整风运动开始后, 王明曾对张文天说, 这次整风, 主要是惩罚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 尤其是你。 他对周恩来说, 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 你我错误一样的, 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 七十年代后, 王明身体每况愈下, 肝胆肠胃病和心脏病时常发作。 1974年, 在写完中共50年后第四天, 七十岁的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苏联政府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著名的新圣母公墓。 每年都有不少中共游客前往平调纪念。 王明和孟庆树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长女王芳妮送给了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纪米特洛夫做养女, 成为了一名女飞行员。 长子王丹芝从事计算机专业, 在苏联科学院当工程师。 次子王丹丁, 曾在苏联远东研究所工作研究中国问题, 后来创办了武术中心。 他还是河南少林寺在俄罗斯的代言人。